我 我爹让我躲在箱子里面 但那个箱子东倒西歪的 里面又很臭 我就被熏晕过去了 还以为我死了呢 姑娘 不要害怕 哪里人是啊 她都说过了你还问 她说她是山下药铺老板的闺女 那不死虫 下山把她家人都给吃了 她爹让她躲进箱子 就这样 就你嘴快 让她自己说 我 姑娘 要报仇吗 我们找的墨精呢 这个啊 再做几十个再乘单 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这玩意儿就算敲了也像不到武器上 咱们就再往里面走走吧 不行 不行 再往里面走 就有危险了 可不是你说只有峡谷里才有大家伙呢 我叔叔可说过了 再往里 好吧 再往里面走 再往里面走 就会遇见双头火灵蛇了 几街啊 几街我倒不知道 不过一旦遇见 就是上千只 更何况 我们还带了一个一点东西都不会的人 好 向远哥哥 你来 我有话跟你说 好 我觉得那个女孩有点不对 怎么了 我刚才怕她受内伤 用痘气在她身体里走了一遍 她身体里有痘气跟我对抗 我觉得她的痘气会比你我身后很多 谢谢 死人了 走 投降 你不要伤害他 你到底是谁 我是云兰宗老宗主的 亲寿弟子 云运 小家伙 你有异伙 是 我们交换个条件吧 我可以放他们一条活路 不过 你得帮我个忙 好 我答应你 这个山洞下面还有个山洞 你和我一块去 那山洞里有什么怪物 我躲在虫子肚子里 就是为了躲过那个山洞 你们偏偏坏了我的好事 打死了我的宿主 这笔账 当然要算在你们身上了 你的异伙 可以帮我过那个山洞 可以 我陪你过去 不过你也得答应我 你不会伤害他们任何一个人 成交 你禁阶这么高 刺激闯进来不就行吗 为什么一定要拖着我陪你 这个山洞非常奇怪 只要人一进入 就会产生幻象 无法走出 直至老死 但对那魔兽 没有任何影响 那你带我来干吗 我又不是魔兽 我说过了 你的异伙对我有用 异伙是斗地之火 天地自然之王 这里的味道 和外面不太一样 只要吸入气体 可能就会产生幻觉 我劝你还是早点把异伙 释放出来 不然一会儿 我产生了幻觉 会将你杀死 那边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小心点 这个山洞到底有多大 我也不知道 古书上没有记载那么多 不过我一路做了标记 应该不会迷路 这个 我们一直都是朝一个方向走 不应该 怎么会这样 这次我们顺着绳子走 方向肯定不会错的 嗯 又回到远处 小家伙 你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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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烧一火是很非斗气的 我的斗气可不像你一样生厚 应该追撑不上太久了 你真没用 不就不信了 你真没用 你真没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